You've got mail 科技email 不过呢 时间过得很快 温度没什么改变 就是 热风了 车子里面 买个菜出来之后 车子里面热的不得了 进不去 是啊 这就怎么办呢 没怎么办 听说今年的冬天会很冷 也是 也是听到说 今年的冬天会很冷 但是我们现在 先不管今年冬天怎么样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 这种热跟冷 尤其是这种大热天 我们有一位听说 他的laptop 因为随身带 那有时候 这个 有时候走的时候 就放到车子里头 没拿下来 就想说 千万随身杯 千万随身杯 千万千万随身杯 一个laptop最怕热 更怕冷 嗯 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这个 有什么电子 电子这个用品 千万不要放在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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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千万 就不都跟自己 跟自己过不去 所以朋友们要记得 这个呢 是在今天一开始 我们就请 左大为 左老师告诉大家 现在的重点就是 天气太热了 这种电子做的东西 千万别放在车上 那我手机呢 手机呢 当然是随身带了 手机不会放在车上 万一忘了放车上 没有 赶快回去拿 没有 我们听众的问题是说 他说这一个 怎么讲 就是他的laptop 放在车上 忘了 结果回去再拿 他说会不会影响到 他的performance 他觉得好像回来以后 这个laptop就变得很慢了 会不会影响performance 不敢讲 但是有没有化掉 我想的 不会吧 当然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会化掉 会吗 主机板上面 对啊 你那个外面的塑胶 也许没事 里面的东西 当然会有影响 嗯 啊 想起来赶快回去拿 这是一件事情 千万别 千万别放在车上 尤其是这种 大太阳的天气 OK 所以提醒朋友们 在这一方面 请您要多为注意 好那么今天我想 左老师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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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些 有好些东西 要跟大家报告一下的 这个 用Chrome的朋友 啊 呃 Google现在决定 每一个礼拜 都要发布安全更新 OK Update 每一个礼拜 现在最新版的话 是116.0.0.0的样子 OK 那 那 那 如果你已经 把 Chrome 设成 自动 Update的话 你不要 不要管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设定的话 可以在右上角 那个三个点的地方 啊 按一下之后呢 你点一个 About 就可以看到更新了 它会 它就自动 开始帮你更新 因为这个 这个 最近 Hack的 一塌糊涂 过去大概 四个月 五个月 到处 到处都是 Hack的状况 很多单位 很多单位的资料 都被丢了 都被 都被拿走了 Yeah 这个动辄都是上 上万 上十几万的 这种个人资料 被拿走的 OK 所以千万千万 小心用Chrome 用 都一样 Firefox 都一样 都一样 OK 就是务必 务必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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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浏览器啊 这个要 要 要更新 顺便讲一下 Window 也要更新 OK 然后顺便把 Antivirus 也更新一下 所以 通通都更新了 意思就是说 通通都更新 就对 通通都更新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厂商变得 更频繁了 OK 他们也看到了 这个状况 最近的事情 非常非常 这个 这个 Hack的动作 非常非常厉害 OK 好 那这个 脸书呢 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啊 因为它泄露各自 被 它这个 被 被法院判了 这个 赔7.25亿 OK 那 这个 申请理赔的话呢 如果说 你的这个脸书的 这个 这个账户啊 是在2007年5月份 到2022年12月份之间啊 曾经用过 这个脸书的话呢 就可以申请理赔 那 问题是什么呢 全世界呢 大概有29亿个 脸书的用户 他赔7亿 7亿2500万 所以每个人 如果都去的话呢 大概分不了几毛钱 没有多少钱可用啊 没有多少钱 对 没多少钱呢 所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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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亿2500万里面呢 还有 有四分之一 拿来付的 这个律师费 剩下的 才会给大家 去 赔 赔给大家 所以呢 这个 有这么长事儿 但是呢 说实在的 做起来没啥意义 所以 所以这 真的 没事干 去玩一玩 也是可以了 可以去玩一玩 我都有点上去啊 就想 去上去看 究竟能够分多少 赔多少回来 就是练练手嘛 去玩一玩嘛 对不对 你这个 不用 不用指望 可以从这里赚钱 是不用 但是可以 练练手 如果真的 时间多了 练练手 有的时候 你在那边 等在那里 你在邮局 在等 或者在什么地方 你这个等 一等 你不晓得 等个20分钟 40分钟 那就练练手 玩一玩吧 嗯 anyway 这个 暑假很热 现在这个 很多人都 都往外跑 出去玩啊 这个 这个 我以前就发生 发现过 类似的照片 OK 在网上 可以看得到的 我有时候 把它给 download下来 zoom进去 因为很多人 这个 出去玩了 很高兴 就在飞机场 把这个 登机证 夹在这个 拍错里面 然后selfie一下 自拍一下 OK 有啊 你看过没有 我想你大概 看过 看过 OK 你干过这个事 不是我干 我是我看过 你看过 OK 所以呢 这个 那个时候 我看了这些照片 我就说 嗯 如果我把你这个东西 download下来之后 用这个软体 把你那个qrcode 在那个登机证后面 我把你扫下来 看看能不能扫到什么样的资料 OK 千万别做这个事 OK 回家之后 再分享 你的假期的照片 千万不要在 就一开始 沿途就分享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 如果你被人家盯上了之后 人家知道 你现在家里没人 嗯 不就闯空 不就闯空门了吗 是 是不是 OK 出去玩 第一件事情 在出发之前 一定设定 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OK OK 呀 这个动作非常要做 OK 怎么设定 我想我们有听众就想要知道 听到这一个名字 听到这么重要 但是怎么设定 VPN 好 VPN 有免费的 也有付费的 一个 我下去 我这样讲 这个有机会 跟大家讲了 这个是单独的一个话题了 但是可以上Google 去search一下 Free VPN 或者是Paid VPN 然后或者是Top 5 VPN 用这种字眼去找 都可以看得到 OK 手机上也可以装 这个Laptop上也可以装 平板上也可以装 都可以 OK 好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千万不要 谁到谁拍 OK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在Twitter 或者Facebook上面 把这个账号 设成Private 不要让大家都看得到 开放给自己的朋友 看得到 但是不要给别人 都看得到 OK 这个很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还有出去玩的时候 我这个以前讲过 这个话题 到了旅馆里 到了旅馆里头 通常现在的旅馆 都会给你一个Password 让你上他们的WiFi OK 千万不要上 你的意思是 不要去上 不要上非旅馆的WiFi OK 因为旅馆的WiFi 有他们自己的名字 OK 那如果有说 来了一个WiFi的Hot Spot 一个让你可以上的地方 千万千万小心 哦 千万千万小心 哦 千万 这个东西 这个快20年前 CBS在晚上做节目的时候 做过一次 他们在这个 在欧洲哪一个地方 你知道吧 他们就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总电脑 这个IT的 这个算是个白hacker了 设了一个假的这个Hot Spot 结果呢 有老美的这个 这个美国的这个游客 在游泳池旁边啊 拿一个手机在上网啊 什么之类的 你知道 结果 结果 好多 好多人就上了 这一个假的 这个WiFi Hot Spot 然后呢 这个个人资料全拿走了 然后这个记者 就这个记者 就带了这个 这个白hacker呢 去一个一个的 这个椅子上面 去访问这些人 他说你刚刚是不是去了哪里 他说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 我刚刚知道 然后他就把他的 让他叫出来 给那个人看 那些人的脸上的表情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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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yeah yeah 这个是很普通的事情 OK 这是很普通的事情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 OK 那 那如果说你手机 自己有roaming的话 OK 正主义就上 自己的手机的Hot Spot OK 这是最稳当的 哦 哇 朋友们这个 这是最稳当的 这是最稳当的 注意注意注意 这个 注意注意 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我想我们还是有听众 想要请 就是请左老师来谈一下 因为谈到手机 我记得我们就有听众 在打电话再问 现在不是手机又要 其实每年都有upgrade 每年都有新的出来 是 然后呢 每年都需要 我们当然不是说追求新的东西 我们说追求新的科技 但不是追求新的产品 不是为了新的这个更流行 那想看左老师可不可以稍微分析一下 在现在的这一些手机 包括了Android 包括了这个smartphone 这个iPhone 能不能够做稍微一些比较 或者一些评比 这样子好 这样子讲好 你不管用Android 或者是用iPhone OK Apple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手机的作业系统 OK 那手机这两个大系统 基本上 不管你什么孩子 OK 他大概差不多 三年到五年的 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他就不会 他就不support更新了 作业系统的更新 OK Apple一样 OK 他就说 你这Apple 8 这个最新的这个 这个iOS 多少多少 我们不support了 他意思就是说 要你买新手机了 OK Android一样情况 Android一样的情况 OK 所以呢 你要让这个机器 要更安全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作业系统 OK OK 那很多 很正在的情况 就是说 这个这个为着 跟着上作业系统 那买新手机 换新手机 不大懂你的意思 OK 为了跟着 能够跟上作业系统 而换手机 OK 那新的这个作业系统 有新的安全保护 OK 为了 用从这个角度来看 要不要换 OK 用这样子来看 用这样子来看 OK 而不是说 你有什么新手机 这个有什么 三个照相机 什么四个照相机 什么这种 又更快了 什么都不谈 这个都不谈 我们就谈作业系统 OK 完全以 他的作业系统来看 他的安全 安全性 来看 OK 所以呢 你如果说 如果说你用了一个手机 已经用了 用了五六年了 一切都很好 OK 但是你的作业系统 已经要了 已经落了两版了 两个 两个这个 这个这个版本的话 那就可以考虑 换手机了 OK 所以是这样子来看的 这样子来看 对 这样子来看 对 而不是看这个 这个这个机器的CPU Memory 什么的都都不提 好像我们一般来讲 是看这一个 对啊 对啊 真的要看的是看作业系统 OK 要看作业系统 好 那这个讲到作业系统 我刚刚讲的什么 Google 在Upgrade Windows Upgrade 这些都是作业系统 OK 这些都是作业系统 OK 都是Operating System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对不起 打岔了 这个是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 OK 没关系 我正要讲到手机的这个事情 OK 刚刚旅行 旅行讲到说 你不要谁 谁到谁拍呀 什么这些东西 知道吗 那么这个 我这么多年来 我有跟大家讲 千万不要用 Debit card 这个所谓的什么 签帐卡 对不对 大概吧 就是支票 因为Debit card 是跟你的 这个checking account 连在一块的 对 对对对 东西被人家盗了 什么之类的 你银行是不赔的 银行百分之百不赔 OK 所以 所以 这个一定用 定用卡 Credit card 而不是Debit card OK 那这个 怎么讲呢 就是说诈骗 诈骗这个 这个集团 身份诈骗 这个个资诈骗 什么之类的 都盯在这个Debit card上面 所以呢 大家在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啊 这个比方说像去个餐厅 OK 拜托拜托 千万别用Debit card OK 加油站 OK Debit card 还有这个飞机场 OK 千万别用Debit card 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 比方说这个这个 你到了一个旅游景点 说想买个东西啊 什么纪念品啊 什么这个 请用信用 不要用Debit card OK 因为这个钱掉了之后就掉了 OK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买东西的地方啊 呃 所以要知道怎么样来保护自己 怎么样自己的动作来保护自己 好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 这个安全方面呢 我想每一次跟佐老师在节目当中啊 佐老师最最最重重的就是安全 就是安全 就是安全 这个我这个讲节目啊 这个这个最最最最一开始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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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大家安安全的在网上玩 OK 这个这个这个不要惹得一身心的回了家之后懊恼的要使自己点错了什么东西之后啊 就像开车一样 你知道吗 我教大家怎么开车的路上啊 怎么辨别啊 哪边有一个趴头 有一个洞 有一个滚 滚在那里的 OK 你不要硬往上开 你看到了要躲开来 嗯 这是我在讲节目的一个目的 你知道吗 如何规规矩矩的走东西的话 你就不会不要超近路 OK 然后看看这个这个红绿灯 怎么走 怎么走 你就你就基本上你就很安全 呀 一个意思 OK 好 所以在 谈到了我们这一些的安全方面啊 因为现在科技发达了 这个道高一尺不要忘了后面什么高一丈啊 啊 这个这个我们就想办法让这个 这个道高好几尺 对 要提醒大家了 手机啊 你刚刚提到手机 你知道 这要怎么换啊 什么之类的 说实在的 这个 这个最近碰过 碰过两个case啊 这个 这个 有人在 有朋友在问啊 这个 这个手机忽然变慢了 嗯 搞什么鬼 你知道吗 嗯 我一听这么说 我涵毛都竖起来 那 那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 这个手机啊 上面如果有什么征兆啊 有几个征兆啊 你心里要的准备 OK 第一个 这个 变慢了 然后呢 第二个呢 你的手机上忽然多了一个 你从来没见过的app 啊 我们从来没见过的app 对 就是你 不是你装的 忽然跳出来了 哦 耶 OK 然后呢 这个 有广告坛 跳出来 OK OK 这跟电脑很像了哈 然后呢 这个 呃 这个 某一个app呢 要求你啊 这个 去 要access你的这个 麦克风啦 access你的这个装装机啦 access你的这个 photo photo folder啦 什么之类的 这不是常常都会有吗 我从来都会看到啊 对对对 常常都会看到 我建议你下了节目 今天 看看看看你的手机 哇 哇 可怕哦 莫名其妙 跟 就是说跟它的功能 完全无关的 这种呈现啊 要看一看 OK 那还有就是这个 呃 这个手机从 有时候会跳出一些啊 这个 好像是这种警告的 这个这个 这个系统警告的 这种 这种东西出来 然后呢 这个 可是底下呢 带一点广告 所以就要注意了 好 所以我们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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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大概一分半钟 一分半钟 如果你的耗电量啊 啊 比以前啊 耗的坏了 那你要想想 你这个机器的 有多久了 是不是电池老了 电池老了 可以坏吗 电池当然可以坏 每一个 每一个电池都可以坏 OK 那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你要看看 就是说 你这个机器如果是 还蛮新的 你知道 那没有理由 这个耗电量 比以前这个 这个多啊 对不对 这个时候心里就要有准备了 对吧 就要有警觉了 嗯 好好好 OK 今天还准备了一些资料 要讲杀猪盘的 没有时间了 下次再说吧 好 我们今天呢 和左大为 左老师啊 在这里的节目呢 左老师还有更 还有很多重要的资料 不过呢 我们今天时间呢 必须要在这儿 要暂时先停了啊 呃 我想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 我们会 我继续讲 我继续讲 我今天没有讲的 对 下次我们就继续 今天的这个下半场 这个 这个诈骗案 诈骗案 诈骗 讲杀猪盘 好 好的 那么 谢谢左老师 带来今天的内容 也跟左老师相约 我们下次空中再聊 好吗 谢谢您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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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